赚钱只有两种方法 掠夺和交换 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去换来金钱是交换 直接从别人手里把钱抢过来叫掠夺 交换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社会性高级行为 想要什么东西不是直接去抢 而是用自己的东西去交换 比如说我帮你按摩了一个小时 用服务换到了200块钱 然后我用200块钱就换了三斤草莓 这叫交换 而掠夺是低级的动物本能 牛肚子饿了就吃草 那个草也不是牛种的 牛也没有给钱 直接就吃了 这就是一种掠夺 牛吃完草老虎又把牛吃了 这也是掠夺 动物天生就会掠夺 我们人类在面对掠夺和交换的时候 往往会优先选择掠夺 比如说网红往往更乐意打PK 让你们直接把礼物刷给他 这就是一种掠夺 但如果他去带货呢 用产品换你的钱 这就是交换 直接收礼物会让网红觉得更爽 但打PK赚的钱远远不如带货多 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并不愿意把钱白白交出去 炒股 赌博 偷盗 抢劫 这些都属于掠夺 是更低级的动物本能 是零和博弈 你掠夺到了财富 别人就会损失财富 而交换就是更高智商的行为 而一个人想要赚钱 也同样不需要掠夺 完全可以勤劳致富 但是为什么同样是每天工作 有的人发了大财 有的人却很穷呢 因为劳动本身并不创造财富 劳动只产生价值 而财富是通过交换获得的 大多数人只是努力劳动 却不重视交换环节 也就是不知道你的劳动 其实可以被杠杆放大 养鸡是劳动 鸡蛋卖给批发商 一斤只能卖几毛钱 而卖给消费者却可以卖几块钱一斤 把小的鸡蛋选出来 说是散养的土鸡蛋 就可以卖几十块钱一斤 如果说他家的鸡蛋可以延长寿命 可能就能卖到一百万一斤 这就叫杠杆 在交换的时候 加的杠杆不同 换来的财富也完全不同 获得财富的三个步骤 就是劳动 加杠杆 交换 上班的打工族 一直在帮公司赚钱 赚到的钱 只有极少数 进了自己的口袋 大部分都被公司赚走了 相当于自己的劳动 不仅没有被加杠杆放大之后再交换 反而在原有的基础上打了折 把自己的劳动 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打折之后批发卖给了公司 所以打工是一辈子 都不可能赚到钱的 工资的高低不取决于 你为企业创造了多少财富 只取决于你这份工作 有没有其他人 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去干 如果其他跟你干的一样好的人 愿意半价干这份工作 你的老板就会毫不犹豫地 让你滚蛋 换更便宜的人 来顶替你的工作 而有钱人不仅不会去打工 不会让自己的劳动 打折之后再做交换 还会去低价 收购别人的劳动成果 比如说工厂老板 雇佣了一大堆廉价劳动力 为自己打工 把这些低价批量购买的 劳动成果 以正常价格卖出 交换获得利润 而更聪明的人 会在交换之前先加杠杆 比如说打造一个品牌 胡说八道一些悠久的历史 或者纯手工打造的匠人精神 再请几个明星代言 忽悠粉丝说自己没整过容 都是因为长期使用这些垃圾产品 才获得的不老容颜 再请几个网红 在直播间跟品牌方吵一架 把成本三块钱的垃圾 以299包邮的超低福利价 送给家人们 只有最后2000单 如果手慢抢不到的家人们 不要着急 等会儿跟品牌方再吵一架 品牌方打电话 跟董事长申请一下 还有最后5000单 如果这5000单 你还抢不到的话 放心 明天还有最后2万单 听明白了吗 以掠夺的方式 获得财富并不高明 高级的敛财方式 应该是低价批量购买劳动成果 甚至是批量复制劳动成果 然后加杠杆 交换 关注我 一个志向真话的生意人